带着帽子围着围裙 詹先生快速将蛋打在肩台上动作熟练 完全看不出他今年3月才开始经营早餐店 双手拿着刀铲俐落完成餐店 29岁的詹先生之前是电梯公司业务 工作稳定但一直有创业梦想的他 选在疫情期间逆向操作 离职创业加盟连锁早餐店 准备的资金的话大概是准备100多万 因为早餐店的话 其实大家每个人生活必须平安 就是每天都要吃早餐 营收的话其实我自己再评估 大概三年之内可以回本 看穿早餐是每日生活所需市场大 今年受到疫情冲击之下 不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干脆自己创业 像是这家连锁早餐店加盟主 平均年龄从去年的39.5岁 葬到今年的37岁 40岁以下的加盟主比例 就占了全部的6成5 年轻的加盟者的数量更多 增加的比例竟然高达以往的3.3倍 大概在百来万的一个创业基金 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话 是大多数年轻人可以接受的一个金额 领域疫情的关系 可能很多人目前还这个找不到 正值工作的情况下 可能会转向自己创业 今年大概会有跟这些人 有创业的一个意愿 看准餐饮业全本 在第一家盟店又有作业SOP 帮助创业吸引加盟主 其他家连锁早餐店 像是家雄爸跟城市汉堡 青年家盟主平均年龄都落在30多岁 平均下来确实有年轻化趋势 疫情重创百业 年轻人逆时而起 选择创业当老板 希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借林伟峰直台报道